谈点绿巨人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绿巨人原名布鲁斯·班纳 也被称为浩克 在漫画的设定里 他是一个拥有七个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 在电影和漫画里 班纳博士之所以变成绿巨人 是因为疑似意外 这次意外使他被干玛射线大量辐射 导致他的身体里多出了一个绿巨人的人格 此后只要他情绪激动时 就会变身成为绿巨人 但是其实在漫画故事里 消失后的班纳博士就因为被父亲灭带 多重人格分裂的症状 而那次意外的伽马射线 只是激发他体内绿巨人人格的一个契机而已 知识二 在电影《宇宙》里 只出现了野蛮浩克和绿博士两个绿巨人形态 但是在原著漫画里 班纳博士的体内则是分裂出了二十多个人格 而且每个人格都代表着不同形态的浩克 比如能和号称漫威最强的哨兵打平手的绿伤浩克 在电影《雷神3》里 出现的浩克造型就是参考了绿伤浩克 以及心狠手蓝的战尊浩克 能一口气灭掉六个观察者的四手浩克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不朽浩克 复合浩克 罪恶浩克 战争浩克等多个版本的浩克 而这些只是漫画里 浩克的其中一个形态而已 知识三 浩克的力量是复联里最强的 就算是雷神都无法和他相比较 而他的力量是源自于他自身的愤怒之 他越愤怒 力量就越强大 在电影《宇宙》里 刚变身的绿巨人就一拳干翻了其塔瑞大军的军舰 但是在漫画的设定里 绿巨人的力量可不止于此 他的力量强纳到可以举起一五千万吨的山脉 甚至可以做到一拳摧毁一颗星球 知识四 绿巨人在漫画里的初次登场是1962年 他是由斯坦里和杰克克比二人联合创造的角色 斯坦里在创造浩克的时候 给浩克选了一个灰色的皮肤 不过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限制 在浩克的第一期漫画中 他的皮肤呈现出了不同色调的灰色 甚至还出现了绿色 后来在浩克的第二期漫画时就改用了绿色的皮肤 知识五 绿巨人作为漫威电影宇宙里 初代复仇者联盟的成员之一 其他的复仇者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个人独立电影 或者个人独立剧集 唯独绿巨人没有个人的独立作品 虽然也有过其他的绿巨人电影 但是这些都不属于漫威电影宇宙的作品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 瀕临破产的漫威为了能够生存 将绿巨人的版权卖给了《环球影业》 《绿巨人浩克》和《无敌浩克》这两部作品 就是由《环球影业》发行的 不过目前漫威已经收回了绿巨人的版权 或许有可能会出现 由爱德华诺顿主演的绿巨人电影 知识六 在漫威电影宇宙里 基本上每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伴侣 而班纳博士和寡姐的感情线 却一直暧昧不清 但是其实班纳博士在漫画里的正牌妻子 并不是寡姐 而是罗斯将军的女儿贝蒂罗斯 而贝蒂罗斯在漫画里曾被莫多克与大头目二人 改造成为了红女浩克